哈囉大家好,我是國際妹,這麼宣 我最近心很累 有一點小低潮 但是沒關係 我相信我正做得起來的 今天的影片要回復酸民的留言 當然我已經被攻擊了這麼久 他們的留言我一直看看就好 但是我換個角度想 今天如果我在別人的板下留言 我也會希望當事人給我回復 而且我倒想看看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酸民的文化也已經流行很久 我想看看他們腦袋到底有沒有成長 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只能用一個字形容 嬌 你說我是腰啊,你還好嗎? 我長得比你好看耶 我要講幾遍,我沒有整形喔 我是國寶機的人物耶 你們不懂得珍惜還要攻擊我 是在哈囉 這部尼瑪士格太監嗎? Sorry,我下面還在 而且我非常喜歡使用它 你們不要看我這樣子 有時候我還是可以當姨耶 台灣是新的人妖天堂 看這樣子的留言就知道 他不夠認識台灣 台灣是個很自由很民主 很有希望的country 希望你多多來旅遊啦 不需要用繁皮字包裝 這種人就是無知沒家教 我還能說什麼 要加油喔 你爸爸在後面看你耶 快回家吃飯了 什麼時候不男不女也成為什麼常態了 我要再講幾遍 我今天起床我想要當男生就當男生 要當女生就當女生 我今天看我的性情選擇 我今天的性別 你才可憐吧 一輩子只有一個性別可以使用 身體很好玩耶 你還沒有發現嗎? 校街就是走一種又中性又美麗 又很帥氣的風格 你們自己去解釋了 反正我喜歡就好啊 怪你屁事啊 噁心到全球了 如果家庭出了這種人 自己有何感想? 如果以後我小孩是這樣子 我會很愛他 因為 不管你怎麼樣 但是我的小孩 看了你這種留言喔 我會為你的小孩感到可憐耶 家長的思想這麼噁心 好可憐喔 而且不要動不動地講到全球好不好 你真的有國際觀嗎? 不要只活在台灣 就以為台灣是世界 去外面走一走 世界還是很大的 無聊沒興趣 不男不女不是怪物 但也沒啥可看戲 網紅就是說一堆廢話的垃圾內容 根本是浪費人生在看大部分的影片 你還不吃看了 而且 你也浪費了你的人生 打了這一長串流言 所以這位人類 你要多浪費你的人生啊 你的人生要多可憐 不要再呼吸了 不要再呼吸了 浪費地球資源 一群可燃燒生物 請加油 不是人家是妖怪吧 台灣太民主 就是因為台灣自由 想要表現自己 想要展現自己的人 可以在這塊土地上 創作自己的人生 創造自己的人生 你這麼不喜歡台灣 有種你就放棄中華民國國機 去伊朗 去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坐飛機趕快去了 相信你會馬上入境隨俗的 因為你講得很像他們國家的人 當垃圾成為主流 台灣前途可想而知 當酸民的文化成為主流 我真的不敢想像 世界要被你們霸凌到什麼時候 世界這麼美麗這麼漂亮 你們幹嘛生存在這世界上啊 可以的話請離開 一群little bitch 台灣真的病了 這種咖也能紅 我再講一次喔 我這種人如果去美國 我會被大家喜歡耶 我在那邊會很有名耶 我會變成那邊的明星耶 可是你看在台灣 我被一堆人唾棄 被一堆人討厭 可想而知台灣人民素質還是要加強 要多低落啊 有受過教育嗎 請你離開 我只能說看到這種男人只想吐 病入膏肓了 喔你吐啊 不要吐到我身上就好 因為你的吐有點臭 呵呵 喔 沒有了 謝謝你們的恭敬 讓我的人生越來越精彩 我還是有個道理想要講 雖然這麼多人罵我 但是在這言論自由的社會 我尊重他 很多人可能不瞭解什麼叫言論自由 最近有一句話我非常喜歡 好像是一個名人說過 他說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就像我今天厭惡你 討厭你 不喜歡你說話 但是我沒有辦法限制你說話的權利 就像台灣的名場Korea Bitch 我再怎麼討厭她的說話方式 我再怎麼討厭她的談度 我再怎麼討厭她說話的內容 我都沒有辦法在她面前說 不好意思韓先生 我不喜歡你說話的內容 我要限制你說話 沒有辦法 言論自由就是這樣子 你說話我聽 你講完了換我說 啊 我說完了啦 也快要新的一年了 祝大家心靈快樂 我們明年見 OK謝謝影片長到這邊 OK我的名字是周圈 下影片下影片了吧